我們繼續上課 兵者軌道研究 兵法這件事 打仗這件事 作戰這件事 基本上是一個軌道 它是會 什麼是軌呢 就是騎軌 虛軌 吊軌 詭秘 詭詐 詭辯 詭諺 像這種東西 所以兵不厭詐 這在本質上不是如此 所以你無法反對 我們雖然做人要老實 但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國家的存亡 死深之道 要了解對手可能會使詐數 可能會使騎軌的數 所以我們必須要懂得怎麼去防守 所以它是一個軌道 它基本上是強調這種軌道 所以兵不厭詐 兵以詐力 雖然我們做人不強調這個東西 不鼓勵 但是這世界上呢 處處都充滿了很多這樣的詐數 大片集團就是很會用這種 鬼詐的數 騙了多少人的身家 騙了多少人的財產 所以他們一賽都得力了 那更何況是牽涉到國家 死身存亡的這個戰術 你打籃球是不是要用軌道 打籃球要不要做假動作 假動作就是炸 做假動作你要從左邊切入 或者你轉身從右邊上手 經常都用這樣 你才能夠打人啊 把人家的阻力切引到別的地方 分散人們的注意力 這都是不老實的做法 可是你要老實在打算的話 就保衛不了國家 你要老實跟他講說 我要打你右邊喔 然後你從左邊打 不行啊 做人怎麼可以 講話不算輸呢 這就被人家說笑了 所以新兵作戰的戰士 本來就是一種鬼道 本來就是要想辦法分散對手的注意力 讓對方誤以為我們要從左邊打 誤以為我們不打 誤以為我們今天打 可是你偏偏都跟他 不蹭他的心 你偏偏都跟他唱反教 這樣你才能趁虛而入 才能夠及他的短處 然後揚長自己的長處 本來就是以己之長 攻己之短 必實而急虛 這是必然 所以這種東西本來就是講話不算輸 本來就是不老實的 本來就是詭詐之數的 但是 這是因為你對的是敵人 是吧 所以你賓者的本就算了 就是如此 那同學同學這些相處 要用詭詐之數嗎 要用能而是之不能 能而是之不能 他們說 你明明這個數學題目會錯 那我來問你 那因為競爭太激烈了 我說故意裝作我不會 這題啊 哎呀糟糕 武器官老師昨天晚上有講過 我來一起看 抱歉 這題我 我真的也解不出來 能而是之不能 你看到沒有 請問這種詭詐之數 各位同學有用過 沒有 你有遇過啊 我有遇過啊 有同學說我都沒有看數 我都沒有看數 結果就考一百 對啊 這表示說 其實詭詐之數 好像很多人從小都在用 所以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對不對 我沒有投資啊 我沒有投資啊 誰說我有投資啊 不是 我沒有看數啊 我沒有去啊 事實上呢 他所做的跟他所說的 是相反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把你當敵友 什麼呢 人們這樣對你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他對我有敵意 他是在守我的 他在防止我的 那如果人們呢 把你當朋友的話 他就不會這樣對你 知道嗎 這就是敵友之別的一個 非常 很清楚的一個分野 人們把你當朋友 他甚至會把很多 好的東西跟你分享 人們把你當對手的時候 大家搶同一個位置的時候 難免就會死出 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的 那這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 在人類的天性裡頭 這是必然 那動物想要存活 他要不要也用這種詐數呢 動物啊 他不說 你要去補一隻 補一個什麼東西 那種變色蟲 你看過 變色 會變色的蜥蜜 對不對 變色蟲 他會變化他的顏色 你看過 目的是什麼 就是保護自己 這個時候他可以講老實嗎 他們說 我老老實 我就是這種顏色啊 我要做 做人要老實 我要做人要老實 你還可以講老實嗎 那是因為在人世間裡頭 在整個人 文明的建立過程當中 我們 一群人在想 要能夠好好相處 要能夠有一個正面的發展 我們是要講誠信 是沒有錯 可是如果面臨到死生存亡的時候 特別面臨到別人要把你吃掉的 那你要了解 必要的時候 都要使用出這種 所謂的炸 這個當然 所以以前啊 讀書人啊 是不鼓勵讀書子兵法 在20歲落幹這點之前 是金石子籍讀啊 可是像這種書啊 都是屬於不好的書 古人是不鼓勵那些人讀書子兵法 所以你看以前讀書的東西 都是打仗的 作戰的軍 這個軍人 或者是將領他來說 以前讀書人是不讀書的東西 那是鼓勵人們做壞事 但是你要知道一個是金 一個是便 金呢 這個孫子兵法不是金啊 這個 經常的事是什麼 是 世書啊 道德啊 這種東西 可是孫子兵法是講奇 講鬼的 講變的 這種東西的話 當然他是不屬於金的一種 所以我們在說45經 絕對不會提到衰子兵法 但是 在人世間裡頭無其不由 你不能只是一直講正 一個長子通道頂 從正正到頭 這樣你為人太正了 那要怎麼保護自己呢 有時候要學會怎麼保護自己 更換如果你牽涉到的是 你的職位上 我必須要去爭取什麼樣的利益的時候 保衛國家的 爭取生死生存亡的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那你就 你要懂這種道理才可以的 能而是是不農 用而是是不用 有些人把它顛倒過來 就不能夠是是能 不能和是是能 可不可以 好不好 不能和是是能 不能和是是能 沒力多有力 沒錢多大錢 家住寒窈 宰相派頭 是不是 對 這就是不能和是是能 這也是可以嚇倒一些人 短期可以嚇唬人 我哈哈一開始不是做成這樣 是啊 所以他是為了得到短期的什麼利益 但是他後來就騙大王 是啊 所以有些人也是用這樣的方法 他如果覺得他這樣可以鼓勵一些人的話 像有些人沒有錢 要到銀行借錢 可是他如果正派去的話 開了他自己的老爺車去 銀行不會願意借錢給他 所以他就跟人家借一部VMW 你知道嗎 借一套西裝 他平常不穿這種東西 這都是不能和是之能啊 這樣銀行會說 唉唷 這個這個可以 這個有還錢的能力 所以錢借給他可以 可以收的回來 好嗎 這是不能和是之能啊 是啊 所以說能和是之不能才是一個正辦 才是一個說呢 你基本上你可以守 可是你也可以呢 誘使敵人 誘使對手 去研判錯誤 錯誤的處置他的資源 造成我有利對方沒有利的態勢 這個都是能和是之不能 用和是之不用 但是如果你反其道而行 不能和是之能 啊 這就要看情況 啊 過了一段時間你可能被人家拆穿 啊 有些人就很對 樂視不平 OK 近而是之遠遠而是之近 啊 人啊 天天是在台北 故意打個電話跟他講 我就在隔壁洞啊 為什麼要這樣做 人明明在隔壁洞 故意透露假調理說 我人在台北在美國 為什麼要這樣做 製造一種戲劇效果 懂嗎 人在台北天天早上送一朵玫瑰花點 啊 送了一百天以後 哇 人都覺得每天都跟著他 事實上他在美國 創造出一種形式出來 創造出一種 他每天都包圍著他 很靠近他的一種感受 遠而是之近 近而是之遠 所以孫子把很多的這些 這些變化 這種棋軌子出來 用簡單的這四句話 把它給眾兒 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近而是之遠 遠而是之近 基本上來講 就是造成一種鬼 騎鬼的一種 一種形式出來 那這種形式當然要對我方有利 如果對別人有利的話 你絕對不會讓開 所以重點在有沒有利 還有其他的說法就是利而幼之 大佩集團就是經常用利而幼之 對不對 或者是用亂而取之 我把你的兒子手腳斷掉 哇 有人一聽的話 嚇壞了 什麼檢察官要你把所有的錢都放到 檢察官的帳戶裡頭來接受監管 嚇壞了 全部錢都放到那個 就說亂而取之 讓他對方心亂掉 讓對方感覺有利可服 所以牽著兵去做 簡單的八個字你看多大的作用喔 同學們 利給人家好處 是假的 可是別人吸引為真 就可以誘使他去做 利而幼之 亂而取之 讓對方的心亂掉 心亂掉了後 他就六神無阻了 六神無阻的話 你叫他做什麼 他就會跟著你做 如果能再有一些威脅 他就基本上去做 這都是利而幼之 亂而取之 可是對方如果很有實力的話 很有實力 你要跟他硬幹嗎 你跟他硬幹 除非你有把握 贏過他 否則啊 對方如果有實力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做什麼 都準備 還是做準備 對方有實力 你就更加提高警覺 提升自己的實力 以備哪一天 雙方起衝突的時候 你不會打輸 所以對方如果有實力 你故意去挑釁人家 這個時候就不治了 很可能人家要有實力 你必須挑釁人家 被打敗一定是你啊 所以 食而備之 除非你很有實力 除非你都準備好了 就叫食而備之 對方如果很強的話 欸 食是有實力 強的話那是 不只有實力 也很有方法 怎麼打你都可以啦 不只大 而且強 這時候很難打他啦 你只能夠躲避他 世界還不到 要知道齁 這都是求生之道 這都是課理之道 知道嗎 不要跟有實力的人 堅強的對手 隨意起衝突 知道嗎 這我想很多同學都知道 所以不用做事 對不對 我們都是有智慧的 然後 怒文老子 這個同學就不見得也被人知道 就是想怕激怒對他 這個叫 比較心機比較深厚的人 他就用 激怒對他 激怒對方的話 有什麼好說 對方就是張狂 撕狂 撕扣 撕扣的時候 他就很多面面向上就想不到 想不到的話 你就給慎虛了 很怒文老子 所以當老闆的不要以為說 在上位的上層的 不要以為說 我今天之所以能夠把公司做得這麼好 就是因為我經常可以發脾氣 員工都怕我 所以你看 乖乖的去做 我叫他做的事 很多重要企業組 脾氣很大 都是相信對他做的 無啊 乃一怒而安天下 你以為是文王 你以為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 是吧 怒又不是經常怒 很多企業組啊 特別是小型的企業企業 企業組 脾氣都不談 都很喜歡發脾氣 住油 有人就是偏偏要實理發脾氣 要住油 發脾氣 是反而是 處於不敵的那一方 知道嗎 有些人就是樂此不平 就以為說 老子今天有這個天下 都是因為發脾氣而來嗎 那是錯誤的 認知了 人與人之間 當然願意去輔助你 當然願意跟你同心合力 是這樣的造成你公司有如此的成果 而不是因為你發脾氣的 知道嗎 發脾氣反而孤露自己的缺點 所以有人是故意激怒 一個容易發脾氣的人 這樣一來才能夠勞之啊 勞之是什麼意思 才能夠去挫折他 知道嗎 讓他不利 所以怒而勞之 所以喜歡發脾氣的人 要好好去修為這些人 不要 不要發脾氣 發脾氣會轉命 會對身體不好 你看那些百歲人類 他們共同的 不管是哪一國的百歲人類 共同的特性都是 效果殘骸 所以每天都滿快的人 不過像我們現在人壓力很大 或者老實說不幸福 卻自以為自己住高樓大廈 每天名車進行出租 以為自己很幸福 事實上人家擺醉了 人類 從他們眼光來看 現在這些人在真的每天 處於水車火熱之中 而自以為存在金玉滿堂之內 所以事實上要注意 要讓自己不要發脾氣 不要隨便發脾氣 怒而勞之 怒才能夠想辦法去挫折他 他才露出很多的虛處 你去挫折他 卑而膠之 卑而膠之跟怒而勞之是同樣的概念 就是呢 把自己縮小 讓自己很卑微 很小 然後顯示出對方非常的高大 這樣對方呢就會怎麼樣 就會自以為自己真的很棒 這樣對方就很驕傲 驕傲跟發脾氣一樣 都會露出 很自然就會露出缺點 你們相信 能不能接受 驕傲跟發脾氣 都是曝露自己致病缺點的時候 腦筋往往在此時此刻 開始出現很多的漏洞 發脾氣跟驕傲 都是會曝露漏洞的時候 很自然的 所以有人才說啊 發脾氣 很悲傷的時候 很高興的時候 絕對不做重大的事 對不對 你們應該學過 所以 讓他驕傲 他很嗨 對不對 讓他發脾氣 他很怒 他的 他的信息裡頭 自然就曝露出很多的空空洞洞 那很多平常會考慮到的因素 他就沒考慮到 所以那個時候 當一個人發脾氣很傲慢的時候 他那時候 心裡頭有一股氣 你自己下回體驗看看 那股氣就會 會牽引著你 趕快找一個出路 讓這個氣 然後洩露出去 他身體才會舒服 那 最好的方式就是 把他發掉 發掉的氣就發出去 不發掉 正好就 正中下方 所以啊 怒兒勞之 悲兒交之 都是計謀喔 都都是軌道喔 義兒勞之 他明明是 很有資源 很舒服的在那邊 做著他每天很享受的事 你想要打亂他 也還有一個方式 就讓他 出很多作業給他 他不得不去做 打個電話給他 樓一下 垃圾還沒到啊 老婆 麻煩你倒一下 不要過來 不得不去倒 往上去倒一下 出很多的作業 看到沒有 就是這種概念啊 義兒勞之 所以 他很舒服的 做一些什麼事 你做一些小事 改變一下 作業非常舒服的環境 不要想看這一招 這招很厲害的 像以前 兩軍在作戰的時候 不去正式打他 派很多這種 游擊兵啊 去四處去騷擾一下他 讓他晚上 根本沒辦法休息 不能睡覺 他明天戰令 就會下滑 明天就正規去打戰 就可以打贏他 這都是義而勞之 每個人都想要 徒養自己的戰力 有一個很好的休息 還要準備下一場戰役 可是會打仗的人 就不讓他 有這個機會 好好的 好好的 這個休息 就去騷擾他 讓他疲惱 讓他疲惱 親耳離枝 他們兩個人很親密 這很好的戰友 想辦法分化他 這很多人 很有這種招數 初初會看到很多這種挑撥離間 這就是挑撥離間 挑撥離間是很厲害 挑撥離間兩個人就開始有嫌隙 開始防著彼此 一防著彼此的話 大家就不會集合在一起 就彼此之間的聯盟 就焚散掉了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攻他沒有準備的地方 攻他事先沒有料想到的東西 知道嗎 所有以上所講的這些東西 這東西正好幾個 能而數之不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有人說 算到這裡是十二 這叫十二詭詐之數 硬是要把它這樣分 也沒關係 但是我基本上 我是覺得道也沒有這樣說 事實上 公其無非出其不意 這個東西是個原則 但是有人馬上認為這也是一個戰術 公其無非出其不意 其實前面所講的那八個 那十個到這邊為止 才是比較經典的 他說以上所講的這些東西 是兵家的聖法 兵家是聖法 兵家非常寶貴珍惜的一些智慧財產 智慧產權 這個東西是不可宣傳的 不可宣傳的是什麼印象 不可以讓對方知道 不可以讓對方知道 不可以事先廣告出來 不可以先把它傳播放上出去 對不對 這是很寶貝的東西 至於怎麼用 看你怎麼用 但是這些智慧是很寶貝的智慧產權 有什麼問題啊 那這些東西好像大家平常比較多有涉獵 都比較了解這些東西 反而對於什麼叫做 金之以武這個道天地教法 反而大家比較少涉獵 那兵家的思想事實上都源自於道家 所以在詭譎多變的世界裡頭如何勝出呢 我們基本上都是在珍貴教育裡頭 都把大家都要培養成一個很強的課程 可是大家喜歡追求強 但是你知道道家老子道德基里頭 他就強調道的用法 道的力量的使出 基本上是很弱的 是一丁點一丁一點一點的在作用的 所以叫弱者道之鬥 反者 弱者道是用反者道之鬥 就是說他 其實常都是你打他 他會回歸給你的 他反回來 所以因果會循環 可是因為他是非常的微弱的 所以說一般人都沒有察覺到 智慧比較高的會察覺到 今天會有這樣的教育 是不是過去有做過什麼類似的事 return back to you 所以 反者道就鬥 可是道的作用 道的回歸 他的力量都是微貴的 都是微弱的 所以 懂這個道理的人 他就要了解 你想要修道 不是你要了解這兵法的智慧 你要去體會像水一樣的這種智慧 水一樣的特性 上善若水你們都聽過 水善力萬物 我都能處眾人之所物 不其於道 這個有機會再講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 陰聖陽 柔弱聖剛強 黑夜聖白天 夏聖上低聖高 這個大家可以接受嗎 為什麼 為什麼低聖高 夏聖上 陰聖陽 黑夜聖白天 弱聖強 柔弱聖張強 可以體會嗎 大學聖好認為相反 一邊代表正式失敗 所以會比較謙卑 會比較打死 另外一邊代表是被捧在陽光面 所以比較容易犯錯 然後比較容易自大 所以是看到的成功 在反而失敗的機會高 因為看到的失敗在反而成功的機會高 柔弱為什麼會勝剛強 讓誰跟失敗 誰會把失敗給 誰跟失敗 誰會把失敗給 誰跟失敗 最後會贏出勝利的是誰 是誰 是剛強的那一塊 還是比較柔弱的那一塊 他很柔 很弱 可是他沒有被滅掉 他柔弱 柔弱為什麼反而最後都是贏得最後的勝利 能均能分 能均能分 沒有 大家可以體會到這個道理嗎 你就會了解人不能太剛強 所以一定要深刻去體會 為什麼柔弱勝剛強 是剛強的那個最後贏得勝利 還是柔弱的那邊最後贏得勝利 大家都習慣認為一定剛強 強的順弱 弱弱的強死 是沒有錯 但是呢 只要無滅 只要我能維持那個基本 柔弱呢 有一天他就可以把你侵蝕 把你包圍起來 像水一樣 他可以把你鋼鐵 圍起來 把你鋼鐵陷在水裡頭 一丁點一丁點的把你扶持 所以有一天呢 你鋼鐵被他吃掉了 如果你的舌頭 跟你的牙齦 把你非常剛硬的那個牙齒 有一天你的牙齒是先被擊敗 還是旁邊的齒肉 你的唇 你的口腔 是哪一個先掉掉 哪一個先被擊敗 是牙齒 天邊都是牙齒 剛強的東西 太耀眼了 剛強的東西太強了 簡單來講太剛了 太陽了 所以反而呢 容易為眾人之所好 反而成為眾人之所標的 就很容易呢 為人所勝 住在地堡的人高高在上 總經理高高在上 低層的員工 比較弱 他處在低處 哪一邊最後贏得勝利 你一定會講那一定是老闆啊 老闆最後把公司關起來 掏空公司 那你所有這些員工都不發 退休金給你 然後就好多人走上街頭啊 那一定是老闆贏啊 他有贏嗎 像王用生他有贏嗎 還有保隆的那些 那些工人退休 退休金沒著落 找不到的退休金 你覺得那些老闆最後有贏嗎 住在地堡的人贏了嗎 是吧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的 所以習慣都強調差異化 強調創新 以為創新差異化是王道 好像製造講究成本優先的 好像不是一個正道 可是你慢慢會發覺喔 我強調成本 做事情做人家比人家有效率 成本比較低 難道我就不會創新嗎 我還是會創新的 我會不斷的修正 我做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守住柔弱 我最後我也在創新 我比那一天要在創新的 那底下都不做了 所以第一會勝出高 再講一個例子 女性對一個家庭比較重要 還是男性對一個家庭比較重要 還是男性對一個家庭比較重要 這句話從男性的嘴巴講出來 不同方向 一定有深刻的主要 女性隨著我們年紀越來越大 我們越來越感染 一個好的女性在家裡頭 真的是一家的 一家的真正在主宰一個家庭的心或是王 女性知道嗎 男性只會到外頭把錢帶回來啊 可是帶回來都是錢怎麼用的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女性 把錢用在孩子的教育 孩子的生活上 老公身體的保養上 家裡頭的大大小小 個子方方面面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女性 來組長這一切的話 很多的女性到外頭 也拼拼拼把錢帶回家裡 家裡頭根本沒有人在主持 這個家庭就是通的一個家庭 不知道你們是否有的家庭 不同的 現在幾乎沒有人在主持家庭啊 廁所是誰在洗的 廚房是誰在做的 沒有人上廚房啊 因為當他吃飯都從外面帶回來 是不是 懂得意思嗎 所以 這個大家體會看看 所以才說啊 江河為白骨王者一席善下野 所以善下手弱手柔 你要了解這柔弱的力量 會勝過剛強的力量 可以體會嗎 這不是叫你要變弱喔 可是告訴你 你要知道柔弱的力量 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力量 因為柔弱的力量 它往往克服一個很剛強的力量 當一個人在暴怒的時候 在盛怒的時候 你如果用剛強來克剛強的話 克不了 兩個就打架了 所以那個時候最需要什麼 最需要整天細語 最需要一個輕柔的聲音 輕輕的悄悄的進入他的耳朵裡頭去 他的盛怒突然間 突然間就消滅了 所以柔弱會勝剛 體會看看 你慢慢就會發覺 這個世界不像我們所想的 那樣的一種單面的世界 就是我要很剛強 而且真正的堅強不是剛強 真正的堅強是很強韌的 是不是 就是 比如說化為繞子柔 韌鋼啊 那個鋼啊 可以化為繞子柔 要他怎麼樣變 他都會怎麼樣變 很有韌性 他為什麼不容易被擊敗 因為他很柔韌 強韌 有這樣的基本的韌式 你對兵法才會更激過的體格 我為什麼講到這個道理 就是這句話 好 位在了妙算聖者則算多遠 還沒有交戰之前 你就可以在殿堂裡頭 在指揮室裡頭 在沙盤推演室裡頭 能夠算出我方 各種各樣的情況之下 各種條件 各種因素的考慮之下 你能夠勝出的 有哪幾個地方 各種方案 各種對峙之下 你哪些會得勝 如果還沒有 在較量之前 就能夠算出我方勝出來的 這叫做得算多遠 就是你的勝效會比較多 如果還沒有戰之前 就知道自己算出來 知道自己勝算不多了 那這你得算少 你的勝算少 這看起來好像廢話對不對 各位同學 讀到這邊是不是覺得很順 是不是覺得廢話一樣 還沒打這個 你要不要先算 你知道很多人不算 請問你都有算嗎 你都有算嗎 走向旗就好 請問你算到前面幾步 你告訴我 老實說你走向旗到現在為止 你都是下一步 你是不是都是看了眼前這一步 這步下一步可以把它抽去 好就抽去 你算到一步而已 你有算到兩步三步嗎 你知道人家高手都算到六步 算到十步 圍棋也是一樣啊 我們往往不會下坨 只想到眼前這一步 更不要講說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有多少人 還沒有交戰之前 就能夠在指揮室裡頭 很聖密的去思考 我如果前進他會怎麼樣 然後他怎麼樣的時候 我在怎麼樣 我在向右的時候 他會不會向右還是向左 然後他向左的時候 我再來怎麼樣 你會這樣不斷的去推 然後我在向左的時候 我沒有兵馬步在左邊啊 所以他的左邊是比較強 我左邊比較弱 所以我應該向左嗎 懂嗎 所以各種可能各種因素 我就從這個廟算當中 我就能事先推出 我向哪邊打 我得算才會多 向哪邊打 我得算會少 所以清清楚楚的 就像剛剛李嘉誠所講的 事先研究好各種可能失敗的因素 通通廟算出來 所以我在位在廟算 聖的話 我得算多 我這樣能夠得到很多的聖算 還沒有戰之前 我在廟堂上 我在紙面上 我就能夠勝出 算出我有哪些聖算 如果得到聖算多 那我就得算多 如果得到聖算少 就叫得算少 多算勝 少算不勝 何況無算多 如果你能夠很多勝算 還沒有打仗之前 還沒有爭執教練之前 你就能夠算出很多 勝算的地方 你的勝的機率 就當然就比較高啊 對不對 那勝算少啊 你當然就比較少 會得算 會得算的機會 更何況你是根本都不算 他說我還沒有打仗之前 我能夠預先知道哪一邊會打勝算 都是靠這樣的方法 所以無以此觀之 勝負建議 所以在還沒有降了之前 都先算一算 勝算有多少 較量的每一招數 勝就算得一個算 輸就是一個算 然後經過所有的招數比較之下 算一算我一共得到多少勝算 然後最後比誰的勝算多 比誰的預先能力高 知道嗎 他的意思就是講這樣 所以這句話在鼓勵我們怎麼樣 多算 多算 不是站了以後才算 而是還沒有站之前 還沒有臨場之前 就能夠先算 簡單來講就是多做準備 不是講多做準備 誰能夠體會到他的重要性呢 給一般來講 能夠戰爭做到這個不多 你看看 什麼叫算 算是就是在謀劃 在做準備 告訴各位 戰爭不是在開戰之後才開始打的 戰爭都什麼時候開始打的 開打其實大概是打的 開打怎麼打 多久之前打 沒有人知道 但是你要記得 戰爭都還沒有打 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打了 知道嗎 所以你在還沒有作戰之前 要先妙算 先算一算 為戰和妙算勝者得算多 得到勝算就會多 所以啊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要仔細全面的計算 各方面的因素和條件 算自己 算別人 算對手 權衡得失 知有餘與不足 哪邊有餘 哪邊力量不足 然後算一算 勝算有多少 再提出最有勝算的方案 所以誰能夠在商場 戰場 官場 職場 考場上的取得主動 就要看能不能夠算 如果能夠先算 那麼就可以達到不動 所以一動的話 一定會必勝 因為那已經算得清清楚了 這樣的對手就很可怕 這樣的對手大概就可以 五十年來 從來沒有一年虧損 所以如果能夠勝算少 或沒有算 那麼就不必開戰 這只能認輸了 是不是啊 這是孫子那段文字的一個 的一個進一步的發揮 無謀則事不成 要注意哦 謀者算也 算就是謀 算別人算自己算厲害 沒有料算 就無法知道自己的優勢和劣勢 所以你剛剛所講的說 長處和短處就是從在計算當中 從在謀法當中 百分之九十時間準備失敗的過程當中 去知道自己的優點 很缺點 如果不謀算 就不知道對手有沒有可順之機 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一步步走向成功 所以成大事者一定要善於謀算 我們台灣的社會現在變得有一點 好像講權謀都是負面 老實在交往這個負面的路 我們是很單純我們講誠信 怎麼會教人家去算呢 去承謀呢 是不是 特別是新聞記者扁一下的話 哇 什麼 秒進工場 算金關算盡 好像算是不應該的 好像 好像 這個 predict不應該 好像 謀劃 plans不應該 這變成台灣 台灣現在談到謀算 算 這種完全負面的事 那這很嚴重 台灣沒有人才 什麼事情都是碰到面後才開始 那這國家沒有深度 沒有任何深度 眾生就是從準備開始的 沒有任何的準備就沒有眾生 一切事情都等到在造糧場上才決定勝出 那就錯了 對不對啊 什麼事情都進考場才開始決定勝出嗎 是嗎 戰爭都在還沒有開戰之前 早已經前十年 前二十年被決定的 知道嗎 可以接受這種詮謊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好像不太同意的樣子 不太同意那我們就跳過去 繼續當一個沒有權謀 沒有算計的國家 就知道 完全不關心未來 因為未來是算出來的啊 所以我未來要怎麼走 要不要先算 要不要先謀劃 所以你謀算是錯的 謀算是不成性嘛 對不對 我們應該成性才對啊 所以大家都變得很笨 什麼事情都是碰到了 才開始打直 才開始算性 那這個國家的眾生就很早 我有一個朋友在 他有幾個觀點啊 他說之前習近平提跟歐巴馬提說太平洋很大 他可以跟他分享 可以容納得下中國和美國來的國家 對 那其實言下之意 從中間切一半 就是從夏威夷切 台灣是納在裡面 所以其實他要完成這個戰略 他首先第一個 因為解放軍之前貪污腐敗比較嚴重 那他現在就是積極地處理解放軍的貪污腐敗 重整他的軍隊 所以他從現在開始在算 那如果以這個十年之後呢 解放軍的軍力達到那個目標的時候 美國在那個時候 能不能達到這個點 關鍵的這個點 所以其實大家都在算 只有台灣沒在算 看到沒有 因為台灣人 媒體記者寫下 怎麼會機關算線呢 機關算線呢 是全謀啊 那是不對的 做人要誠信啊 宋襄峰啊 你知道 春秋那個時候 宋國有一個 國軍啊 叫宋襄峰 每一次打仗的時候 他講過誠信 所以對手啊 要是年紀大了 鬍子比較長的話 被砍一刀 受傷在 躺在底下的話 我們要所人意之道 所誠信之道 不可以再打人家 人家已經倒下去了 不可以再打了 知道吧 人家如果說 船之渡河 你很多的軍馬 在船上頭 在渡河的時候 人家處在圍禁下 不可以那個時候打 一定要等人家 平安渡河過來以後 君子之道嘛 那個時候才打 所以宋襄峰 才被人家逼平 那叫什麼 婦人之人 你們聽過 所以全謀是不對的 哪一個人不算的 大家都在算 可是很奇怪 我們的民主跟媒體之下 交發作者之下 就變得 好像是一個 大家都 只能看到前面五公尺 沒辦法看到未來的五十公尺 五百公尺 為什麼你能看到未來的五百公尺 五千公尺 就是因為你能夠 騙 你能夠四千 能夠謀劃 四千想 我怎麼做 對手會怎麼做 對手怎麼做 我要怎麼應應 我怎麼應應 對手一定會怎麼應應 所以就這樣算 可以算到六步 十步 二十步之前 國家的虔誠 個人虔誠 就這樣謀劃出來的 知道嗎 所以什麼叫機關算計 誰不算了 下次你問他 你不算嗎 你不算你能夠 找到這個位置嗎 所以國家 或是個人的成功 如果只是靠運氣的話 這種勝利 不值得取 一定是靠辛苦謀劃所得到的 謀算不就代表你要害人喔 要弄清楚啊 這個東西要畫清楚啊 剪刀是好的東西 還是不好的東西 剪刀是不好的東西 刀子是不好的東西 因為他在殺人 所以我們家人 千萬不可以放剪刀 不可以放剪 不可以放刀子 對不對 謀算會 哪免會有時候會算到別人 所以我們不應該謀算 對不對 這就錯了 這叫一一廢棄 一一廢棄 凡事君皆虛物本 我以人為本 人以衣食為本 凡贏衣食 以不失食為本 各位同學 你們在這會從事商業的 這樣要投入到市場裡頭去 有一天成為企業主 你們所經營的事業都是經營衣食喔 進行人們的衣食 凡贏衣食 記住關鍵一點在哪裡 在不失食 Timing is everything 所以要以Timing為本 什麼東西都要硬食而起 你現在讀書 你現在讀書是因為準備你畢業以後 那個時間點一到的話 你能看上去用 你現在做一切的準備 都是要迎合某一個時間點 所以你不要去失去那個點 失去那個時間點 你自己體會的呢 凡贏衣食 以不失食為本 所以企業更是如此了 你要 你要 Just in time 你要99% 99%的東西 能夠符合99%的人的需求 能夠在他的時間點上的需要 你送到對手的 送到顧客的手裡頭 都在講Timing喔 不失食喔 所以經營商業 經營來往 各種商業的來往計較 都是在時間點上頭來做考量 過了時間以後 就沒有利潤可言 都是在Timing的情況下 所以 記者 選將料足 遠近嫌疑 進入廟房裡 所以這篇啊 我們就 先講到這個地方 各位同學 沒什麼問題 勝利都從勝算而來 不靠運氣 老天願意眷顧你多一點 別的一個好的運氣 你成功 千萬不要以為你每一次成功 都是靠運氣 一定都是靠準備而來 準備而來就是帥 老師 對於政道跟偉大 你這個話講詳細一點 政道跟偉大 一個是政一個是反啊 對 那到底我們是應該要做政道 人也人間相處 當然要政道 呈現 交朋友當然要推進致富啊 當然要講義氣啊 講愛啊 講人啊 講信啊 這是千古不變的 這叫經 這就像四書五經的經 對不對 這叫教人家的基本道理 這種東西不簡單 因為它有點違反人的天性 因為人的天性基本上是 為了自己很容易犧牲別人 我也不能講說 我也不能講說一定每一個人都如此 但是人有信善的一面 是不是 所以呢 只是強化它成為人倫的大道 就是要講經 可是當你面臨到 面臨到生死存亡的時候 特別像國家的利害 國家的死生存亡的時候 就一定會忍不了會用到這個鬼道 鬼變之術 所謂鬼道鬼變之術呢 就是 把對方的注意力 把它給打亂 讓對方不知道你的主力在哪裡 趁它狂亂露出虛數的時候 你可以擊它的虛數 這是鬼道 那人員之間也會用鬼道啊 那是因為 你不把對方當朋友的時候 你會用鬼道 是吧 那商場上說商場無在場 所以商場用鬼道的這個很多 但是商場一定都用鬼道嗎 其實商場你也要有正道 所以齊正要互用 就是我做的是正 如果你對我正 你照應有的規矩來 我用正道回應 所以我給你多少 我應該拿到多少利潤大家先講好 就鎖這個約定 大家不要一片 但是商場上很多 就可以耍一些小的技能 所以正當中出奇 正當中夾帶很多的奇招怪數 希望能夠混水摸泥 就是有一些人可以 難以為這樣 其實很不容易 我的意思說 一個人應該有一個長性 其實算是OK的 算是你自己還是思考到未來的計畫 規劃 然後去思考 其實如果人在做政黨 在某些部門要做鬼道 這東西到底會不會失去那個場景 就是說 我是覺得四書五金 它是屬於競爭的環境之下的一個經典 那孫子兵它是競爭環境下的經典 那假設今天我是帶領公司 或者帶領國家 在面臨競爭環境的時候 我一定要用這一套競爭的方式 去做對我環境最大意義的保護 這是什麼政黨 因為其實競爭環境之下也沒有政黨 就是不一定要用的鬼道 你先看看齁 旗中待正正中待起 旗正不用 旗生乎正正生乎旗 所以你講正道你講鬼道 你講正道講鬼道 其實你都能分清楚 一件事情稍微反一下的話 它就變成這個鬼道 可是你基本上還是應該以正 要以正治國以其用兵 以無事取天下 所以基本上是用正 你守正道而行 你跟人家來往相處的時候 正道應的正道對的 人本來就講話要算數啊 鬼道就是講話不算數啊 騙人家 那你經營企業 你可以騙人家嗎 就不應該啦 可是好像呢 你太老實也很容易被人家騙 對不對 太老實的話好像 可能不能得到一些商場上的優勢 就是看這裡頭還有一些空間的 這是跟人生的價值管理 當然有一些 也不見得一定要用鬼道 然後佔了暫時的利益 是 沒錯 其實你用正道來講 長期我們該在這位 你就在這位 要去爭勝 我一直覺得還是 價值管理裡面 應該要講正道 我覺得它鬼道裡面 那個幾個方法 它第一個像 我說話我記得 就是假設日和老司 這個人很容易生氣 所以我就來逗他生氣 其實重點在於是這個人很容易生氣 都不在於我去逗他生氣 還是有這個差別 因為在競爭的 我的營運政大 你其實不需要去逗他生氣 如果你的內力夠的話 其實你是來贏他的 其實不需要 我去用這種小奇蹟 像Apple Apple 死鬼道還是死正道 他死死鬼道死 你看那些成功的企業家 像張宗某是用正道來用鬼道 你自己可以講看看 你看 鴻海 鴻海 你是用正道還是用鬼道 我告訴各位 又正又騎 不是說完全只用正不用騎 騎不一定是鬼 騎有時候就是要做一些變化 你知道嗎 讓對方失去準頭 讓對方 不背 不料 的情況下 你能得到一個訂單 知道嗎 對方有時候不見的是 聽我講 先一個一個來 怎麼亂講 不是不讓你講 OK 所以這個正啊 還是經 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 基本上是要經 要正道 做生意本來就是江本求利 做生意本來就是大家講好 大家簽個約 對不對 那你如果約簽了 你還不認帳 然後最後搞律實際上是硬拗的話 這就是很下流的鬼道 這不叫鬼道 這不叫騎 這是拗到 知道嗎 就是完全用拗的 用騙的用搶的 我們現在當然不是講這個 而是說 你雖然是正到經 這是經常是一定要這樣 但是 在這中間當中 你要看對手的定 你要做一些變化 依應 這個叫全變 在管理裡面 就是有一個 一個全變的 不再講這個概念 就是你要做一些變化 所以世界上不是只有正而已 它還有騎 所以正騎要能夠付用 這就是智慧比較高的要這樣做 但是不能一直到晚就在講說 我要能夠用騎 經常出騎的話 你的騎就變成你的正 就是說這個人 人家說這個就專門搞鬼道了 所以這個人要跟他談生意話 一定要準備很多的鬼道 這就是他的正 所以要能夠騎正勿用 這就是比較高的 我們不能講說你完全就用正 完全都用正的話 真的是很容易會被人家欺負 所以一定要騎正要能夠忽悠 但是騎正忽悠要先 先什麼 先用正 所以我們不是在講嗎 一定是先什麼 先禮後兵就是這樣 禮就是正 兵是起啊 所以先禮後兵 先禮後兵是正確的教法 在我們的經典傳統裡頭 不是講先禮後兵嗎 人家要先禮後兵 有沒有先兵後起啊 先兵後禮啊 沒有這樣說法 先禮後兵才是對的 先禮後兵先頓後起 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有眾生 我先用正跟你打交道 所以大家先來一個君子 來一個接洽 你可以看對方的虛實 所以你就多了一些準備 然後看對方出招 對方如果是老實 對方正快經營 願意跟你好好來的話 你就會有一個眾生 那我就不用跟你出錢 我就好好做 大家就文成交易 你賺你的錢 我也賺到我的錢 就沒事了 但是怕就怕對方不老實 對方不老實 你要被對方吃掉了 那你是不是要有所防備 你有防備的話 其餘就免不了 是這樣子 但是正是應該的 一個人頂天立地處事 不正不行的 不正的話良心不安的 不正的話 他怎麼是在這個天地當中能夠存活 這就是價值觀 人應該有價值觀應該的 正道本來就是一樣 那為什麼講旗 因為旗正勿用 兩個東西才是整個道的全面 這個道就像一個太極一樣 那你應用的話 還有旗正兩對 陰陽兩對 所以本來兩面都要有 所以你說張東某都是只有正嗎 郭台銘只有正嗎 絕對不是 只是媒體不知道 媒體也不知道怎麼報 哪一個人都是正嗎 不是這樣 先禮後兵是贏的 而且創造很多的眾生條件 做好準備 而且很多時候你要用正常克服對手 用正克服對手 因為你如果打的是消耗戰 打的是實力戰 打的是正規戰的時候 各位我跟你講 你用棋沒有用 像我們這個世界裡頭 你如果屬於一些招數 用一些小道理欺負人家 都欺負在一起 你在正式的大戰上 正式的殿堂上 你用棋招沒有用 你只能用正道 你什麼 正道比誰的火候酸 比誰的實力強 比誰的資金多 比誰的人才多 這都是正道 所以靠資金打敗你 靠人才打敗你 靠策略 擊敗你 這都是正道 什麼叫做棋 出棋不育 攻棋不備 你還沒到的時候 先搶去那個位置 這叫做棋 請問贏只有用棋招才能贏嗎 不一定啊 我靠我的實力 靠我的技術打敗你 靠我的專利打敗你 靠我的產品打敗你 靠我的產品打敗你 這都是正 對不對 所以就會知道說 靠正就可以吃 吃 吃進了很多的江山 只是很多時候 你要懂得這個棋 要怎麼防備啊 怎麼讓自己能夠 能夠打勝仗 有時候不要用棋 所以還是要以正為主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 用軌道算這個東西 就是要教人家死壞 知道吧 有沒有什麼問題 老師們好 孫子丁老 為什麼從 我是 以前是談 看了多麼也 這些 這些 怎麼講 就是說這些 軍事教 這些人 這些 可是我到 也就是上老師這個課 以後才是算 以前是說 兵者國智大事實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 所以並沒有很深入 那也就是說 為什麼 如果在座的 各位可以想一想 我們的教育過程到現在 為什麼只有在大 而且是老師修這一門 為什麼老師講說 因為他是 怎麼講 為什麼在以前的 從過去的話 這個農法其實上講 都沒有在教 都是那 也可能是學校或是一些 都沒有在教這一方面 那這方面既然老師講的 都說 國內外這麼重要的書 為什麼 所以這是你的問題 為什麼 現在可以問大家 小時候有沒有 每一個書 有沒有教我們 這個 因為很容易把人家交換 因為讀到這邊 講要妙算 講要軌道 知道嗎 老師 有沒有想到說 這個是 過去的話 一個是 因為我們是 過去的話 從專制到民國 包括我們現在開始 他是一種漁民 他不需要 我們的人民的話 有沒有 太過聰明 事實上 我一直講 其實這些 看這些書的人 都是帝王將相在看的 這些書啊 你看看他 未來的話 包括從以前 曹他國 首讀金華 諸葛亮也是講金華文 讀了很多 包括唐太宗 還有這些 包括一個康熙 這些地方在學的 為什麼 所以我一直在想一想說 為什麼 包括我們現在的教育提醒 只有到我們家 我們這時候才來教 我覺得說 如果他是一個 土天之下都可以的 而且是一部非常多道 接著說 他應該說 這個教育從小的話 就可以開始了 我想我可以用我的觀察 來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教育部的那些人 並不處於在競爭的環境 所以他所編出來的書 跟他所希望學生學的書 並不是真正在競爭環境下 淬煉出來的智慧 那當然在說 大家未來要同時商業 我覺得未來是一定要熟圖順水冰法 真的非常好用 這個招顯 有一個地方我要稍微強調一下 你知道唐太宗的時候 有一次派李靖去打突厥 突厥在哪裡 突厥就是在新疆那邊 就是今天東突厥帝國 今天在新疆那邊 他你打他的時候 唐太宗問他說 你要多少兵力 他說陳只需要三萬人 然後唐太宗問他說 你要用騎兵打他 還是用正兵打他 他說陳打突厥要用正兵打 不出騎兵子 所以我問你 請問這是不是在競爭環境之下 競爭環境下一定都要靠騎兵嗎 一定都靠鬼灶嗎 不一定 所以就不應該一直強調那個概念 孫子冰法他大部分講正道 對啊 他只是講說 兵者的本質上是要變的 而並不是說在任何競爭環境下 都應該用這種 所以我講這個例子是說 不能夠強調說 競爭當中一定要騎兵 用騎鬼之處打敗對手 不是這樣的 所以李靖最後攻打突厥成功 唐太宗問他說 事前問他說你要靠什麼打 他說打突厥一定用正兵打 什麼叫正兵打 正兵就是靠實力打 靠人才靠資金 我去取你這個國家 我跟你用騎兵打 我跟你用騎兵打的話 你是當地的王 我去打你 我對地形沒有你了解 我對他們的天后沒有你了解 我對他們的天后沒有你了解 我跟你用騎兵打 所以我打你用正兵打 什麼叫正兵 靠人才 靠資金 靠戰術 靠策略 靠我的技術 靠我的產品 靠我的技術 打敗你 我不靠說 突然間把你人挖走 我不靠說 散布謠言 在網路散布謠言 對不對 像神聰對待HTC 就這種騎兵喔 知道嗎 所以 大家了解 很多的戰 都是靠政黨 而且要看對手 所以競爭環境下不一定 不一定 孫子兵要不是在講說 一定是要靠騎兵打 而是告訴你 就是我們在講 整個的競爭環境下 你讀到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有很多贏的藝術 所以要騎正 關鍵是騎正 騎轉為正 正轉為騎的時候 就產生出很多空間出來 就靠那個 就是說 這個 騎兵只能 短暫的策略 長騎的策略 還是比較正 可以 基本上可以 騎的話 這最產生的作用 就是因為 一時之間 逮人家的不早 你知道嗎 出騎意 這是我不騎 如果 如果你前五分鐘 把我 把我吃了 我下五分鐘 不會在那裡吃 因為 出騎不 攻騎不被 所以騎兵才會有用 如果你常出騎兵的話 人家都知道了 這就變成你的正 懂得意思嗎 所以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騎正 不用 靠兩個 而且兩個彼此間的互換 產生出很多的空間出來 所以我們 我只是說你語併上討 你想說 在競爭的環境下 我們用孫子兵法 但是孫子兵法是 正多其少 但是就是 如果是用 競爭環境下 就要用講鬼道的話 這就會有問題 競爭環境下 我覺得其實孫子兵法 是相當好用 剛剛呼應到那個學長說 為什麼教育部 或者是正常的教育體系 不教孫子兵法 是因為 在編列這些系統教材的時候 他並沒有在競爭環境當中去思考 他沒有自己開公司 所以他沒有那個體會 這個可以再說 這樣解釋到是有一點問題 他們怎麼沒有在競爭環境下 他們有競爭環境下 跟美國的競爭 跟中國大陸競爭 跟日本 韓國的競爭都有啊 現在所有OECD的國家 台灣沒有加入OECD 通通在比哪一個國家的孩子的 閱讀 數學的能力比較強 這對國家競爭力很大的提升 所以這樣解釋有點堅強 不是說他們有競爭 而是他的教育必須要突顯出 正在這一面 但因為孫子兵法 由於強調兵不厭詐 兵以詐力 你看看這裡頭都有這些這些字喔 所以會把人啊 不明道理的人 不懂得旗政要護用 正會以為說 我取政我都要靠旗 旗是什麼 旗是出旗不遇 出很多的怪招 這樣做人的話 也會用到朋友 朋友之間來往 這就容易產生問題了 所以他在教育 不能夠強調這一點 但是他變為民間了 就是真正的世界上 是這樣的概念 聽聽看看這樣 各位 老師 我來一個 我一直在想 只好在教授 在做 在學說的 有一個 有一句話 常常聽說 聽法 常常聽說 聽法人等會讀 但是應用寺廟 要如何 讓自己 更有這個人 更接近他 就是說能 能爭執這個 天會 對 爭執天 因為我覺得說 爭 天會 看這一頁 我為什麼秀這一頁 你們有機會來看看 我們中國人的祖先 老子 都寫了這本 曠世的句作 叫道德經 叫Powest 這是 就是 所有人類的懷寶 就是 他的智慧 他的智慧 是很多人都 沒有去察覺 道德經在講 道的德性 道的characteristic 德性就是特質啊 道有哪些特質啊 德就是 有所得也 學道可以得到什麼東西 道德啊 道的德性 道的characteristics 道的特性 是什麽要道的特性 若 為弱 反 反其道而行 反者道是多 道會生出太極 太極就是陰陽 陰陽相生相克 就產生這樣的智慧出來啦 這樣的智慧 是世界的智慧 不是嗎 所以 有機會 獨讀這些 中國老祖宗的這些智慧 所以你想說 遵守 兵法的東西 你想要比較深的去體會到的話 那 可以去研究一下 不是 體會有這種社會 最後有沒有 他兵法應用之廟成功一斤 像 像張葵營那 是一樣 他 他跟孔明在一起 朱葛亮在一起 他說我手足兵法 孔明後來 不是非類長的那個馬術嗎 交起手接手 他就不兵法 他還說我也是手足兵法的 對 這個故事很有趣 所以你要講話 我要講話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主持的時候 而不是只有說到最後 有沒有 好 要做點要的優質 對 對 那要如何讓自己產生說 這個遠遠不解的人量 像 那家的話 有一個公有外公跟內公 是 這種優質 是 那個 我請同學 你們要不要去加入討論 不是自己三三兩兩講話 三三兩講話 這邊的氣就散掉了 氣散掉以後 你們說不到這邊的東西 聽不到這個東西 你們就跟我們大家討論 就分開了 你要不要去提出你的問題 老師一定會非常歡迎你們的問題 你們彼此在那邊講話 不只沒有聽到 而且你還會打亂 順便在談話的一種文化 好不好 好不好 就是上課 我歡迎你們任何提出問題 好嗎 而且我希望同學們上這份課的時候 希望能夠加入我們的探訪 不要底下滑手機 不要底下看iPad 不要底下看LOGO 因為這是浪費你修這門課 那你既然要來修這門課 就好好加入 其完這門課 能帶給你一些其道 這才是正道 不要用其道 是不是 其正互用 上課可以分兩心 其正 正是什麼 聽 那其是什麼 底下看明天要準備考試 不是正用其嗎 正轉為其 然後其用完以後 看看正 正轉為其 那如果每天頭都低下來看的話 老師就認為你的正道就是頭低下來 那你什麼時候把頭抬起來 看看老師講話笑一笑 那就變成你的其了 不是你的正 知道了沒有 其正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經常用正道來帶你 上課用正道 正道是什麼 認真聽課 認真反應 你學到東西 我是靠正道 培養我的實力 沒有人用其道來培養實力 都是用正道 都是用正道 所以正最重要 治國要以正 你治國不以正的話 人們不相信你啊 你這個人不守誠信 人家幹嘛聽你 知道嗎 好 同學們 好 OK 認識你的問題是不是 直接聊到 直接聊到 蛤 為什麼 我當時我在找到 因為老師稍微找一個 我發現 既然有這幾類 人力資源 軍事 情緒管理 企業管理 還醫學 都也可以用這個孫子平法來講 所以我說 在這方面的話 有沒有 可能老師 在這方面 我們再講這個氣管方面 有沒有 為什麼這 這部書的話 會衍生各方面的話 各取不同的觀點 在論述這些東西 你就講說這部書為什麼這麼偉大 對吧 說一遍 怎麼這麼偉大的書 我們都沒有讀到 教育部怎麼不導演我們來讀這麼偉大的書 然後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翻譯三四十種異語 三四十種語言翻譯它 我們台灣好像管理學者不研究它 只有軍事學者研究它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子 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方面它可以應用到這麼多 那為什麼都不學 是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 是喔 據我所知 高中國有課的裡面 實或有性子平法 很過分一點 其實 以我們二十年 二十歲之前的年齡 然後你要看一下性子平法 了解故中精神的話 似乎有點困難 所以 也會用在一些比較不震盪的地方 是 那當時如果我們在修正門課 應該是比較恰當的 是 那 要怎麼去快教育部 不讓搞不高中生的面子 OK 這個大概是一般主流的看法 主流的看法就是 以前傳統的讀書人不讀他 在弱患之前不讀他 金石子集它是屬於子 子書 孫子 孔子 孟子 老子 都是我們文化裡頭的子 子書 都是一些非常厲害了不起的文化 所以中國文化裡頭 最了不起的就是子 子書 每一個子裡頭 都有一套自己的系統能學 你看 荀子 丸子 一個一個 都是了不起的思想下 可是你要了解他的思想的話 你要夠成熟 你要有金的基礎 你要有史的基礎 金史的基礎 這是很多的極 所以你要 正的基礎夠了以後 你發現要夠成熟了 所以你看我們這門課才開來硕士班 大家管理的精實 已經到了一定程度以後 我們談麥克波特 談什麼成本領導 這個差異化 你們才知道在講什麼啊 用這個端子當例子 講創新 講奇政 大家才會覺得 你這些工商會很太多 知道嗎 所以他一定有一定的基礎了 知道嗎 所以不能怪教育部 那應該怪誰了 其實如果你有用心的話 你應該早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人家老是會贏 為什麼人家國家會搶 為什麼國家不搶 你會起這個疑問 就了解 為什麼人家比較會打仗 我們不太會打仗 為什麼 就很多其中的疑問出來 就會去想別問 那現在就希望 每天能夠讀一點兵法 睡覺的前途 讀了以後不要讓民主睡 因為讀不懂 讀不懂的話 一騙魂子呢 就祝你祝你 對不對 那他要設好東西啊 很多的企業家 很多決策者 按錢一定放一部孫子兵法 哪一個東西想不清楚 隨便一翻 他就知道 啊 原來勝利都從勝算出來 那什麼叫勝算 還沒有戰之前的算 這種算數他是勝的 而且勝得多 所以他是靠準備的 孫子簡單來講 就是你要事前多做準備 而且開戰不是兩兵相接以後 才叫他打 在那之前的五年十年 早已經在打了 只是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沒有這種意識 知道嗎 所以勝負是這樣的 那你等到兩兵交戰於戰狼上 才決定勝負啦 這個勝負就太淺了 就看交戰那個時候 每個人的心理狀態 生理狀態 你在看什麼 而應該是看 兩兵交戰之前的準備狀態 在哪一邊準備充足 所以告訴我們 你事前就要多做準備 那往後我們在看作戰片的時候 第二篇在講什麼 打仗是在打錢 你知道打仗的本質是在打錢 沒有錢根本不要去跟他打仗 所以你要從成本去看 看一件事要經常從成本面去看 我們大家都從獲利面去看 這件事獲利面誰不會算 可是在獲利面去算成本的 那一定有經營經驗 然後就知道 這件事成本要付出多少代價 他就去算 那划不划到來 所以一定要從成本面來下分 那島上的本質就是死人 就是耗費 就是甚至把自己的國家的力量 通通消滅掉 然後再看什麼 看誰最後能贏得成本 所以這付出非常慘重的代價 作戰片在2500年以前 開始提出打仗是在打錢 打經濟戰 打錢 打貨幣 打經濟 打這種東西的時候 2500年以前誰有這種觀念 今天來看 打仗是在打錢 大家都知道 但是2500年以前 作戰片他就開始講 打仗 所以打仗一定要快 寧可快快吵吵的 打一場非常拙劣的戰爭 也不易打得很漂亮 然後打久一點 也這麼美妙的事 捨不得把它結束 知道嗎 就做到那些驚訝就講這個 所以正是非常仁慈的想法 打仗是死人的 誰最悲慘 都是老百姓啊 所以一個好的國軍 一個好的將領 一定要有這種觀念 不能輕易就起兵 因為起兵黨員都是老百姓 所無寸鐵的老百姓 而且要花很多錢 錢從哪裡來 都是稅金 老百姓找到稅金 所以有時候我們官員 是很仁慈的 有種心 就只有你非常深入體會 才知道 他的本質是很仁慈 但是打仗的形式是要死的 要花很多錢 走吧